大家好,歡迎收聽網響快報 今天錄節目日子是2020年 4月30日,這裡有我新西蘭的伊德台洋 還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的真BC 你下我下,大家下,上司真的下,大家好 還有是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人 大家好 節目開始之前,剛聽就給個讚,可以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他有新節目通知你,繼續壯大中立無色的力量和宣揚理性的聲音 今節說一些比較很多人都很想聽的說話 我們今節討論一下華記 好嗎?很久都沒有討論一下他 其實不是討論了,謝謝他 又幫我們擋槍 其實他躺著也要中槍 躺著中槍,經常 他躺著中槍 其實我和他很多事情都沒有談的 要先說明一下 很少聯繫 對上一次聯繫我呢 就是真BC那件事的 其實其他事情,我和華記很少聯繫的 不存在什麼夾定 我和他有生意來往 這個一定要澄清,一定要嚴正澄清 我們是低,如果整個叫做 construction introduction 我們應該是食物面最低的 哈哈哈哈 沒有這樣的level 這樣說 第一,我不是做地產的 首先要說明,我從來都沒有做地產行業 當然我有幫發展商做事 不是,要澄清一下有很多的 其實有很多層面的 要明白一件事 他們是不斷傳的 他們那幫,何止光那幫網軍 就傳過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傳我和華記有生意來往 這個肯定沒有了 因為剛才真BC都說了 我們是食物戀的低端 是不同level的 華記做生意厲害很多的 說真的,我們在二流國家哪裏有生意做 做生意就是戶口 其實說做生意 說做生意就是自顧人士 其實說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我們有,當然有人幫我們做事 但是不是大生意度可以和華記合作 那種程度的 那些人傳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我覺得 就是完全是已經罔顧事實 就這樣造謠 和壹傳媒造謠的手法 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你一看到就是 就是怎麼說呢 黃色那邊的人做事的手法 帶來建制 就是不夠你講 或者理規的時候就造謠活黑 這個是黃毓民經常做的 和大家講 黃毓民是長期做這些事情的 那有些人就把這件事帶去建制 那你覺得對建制是好還是不好呢 那有些人覺得 那何志光才是藍絲 最理性的KOL 我這句話 那個人這麼說 恭喜你 有幾個人都是這麼說的 有幾個人都是這麼說的 專門是要活在何志光陰郎 活在他日的陰 活在何志光陰郎底下的兩隻陰室 就是不止兩隻的 有很多陰室都是活在何志光的陰郎底下 我現在是形象化說那些人的 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 我覺得有件事很荒謬的 就是 何志光他說華記要找他著數 我告訴你華記從來都不找人著數 你都不用找他了 華記 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 其實我之前都約過他一次 但是我沒有去見過他 因為我那天很累 我都說過 華記是說 請我吃飯那些 很客氣的 一個這麼客氣的人 怎麼會找你何志光著數啊 人家吃了你36個半 你就別人追回那些醜事 在那裡說出來 什麼事啊 什麼36個半 很久了 不過我也不記得 具體就是 拿花膠的人說 就好像說他請人吃飯 之後經常追回那條數 人家好像還給他 記得是 就是講很久了 就是他請人吃飯 但是為什麼要36個半 那些飯就36個半 那個數字可能不是這個 但是總之不是一個大數 因為我們這麼多年了 但是你就問一下那些人 總之就是為了那些婆子數 就是追來追去的那種人 他說華記找他好處 絕對是污衊華記 就是這件事情我們一定要說清楚 就是華記一個這麼客氣的人 怎麼會去找你何志光好處 何志光你不去找人好處都偷笑 是不是 還有他現在介紹的那些什麼秀 我相信都是別人介紹給他認識的 是啊 沒錯 那些政壇什麼秀 是不是 我都不敢說 就是他 就是這樣搞 沒問題的 但是大家要想一下 究竟為什麼會把 何志光封為最理性的藍絲 KOL呢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背後的 那套操作是什麼 就是這件事情有幾個人說過 我遲些看情況發展得怎麼樣 我就再抽那些人出來說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說 其實他們這樣做呢 就是要告訴全香港的人聽 藍絲呢 最理性的都是像何志光那樣 沒有人可以懂得說道理的了 這麼大的 他說他戰鬥力強 其實呢 最理性就好像都不是很強調 很多人都是說他戰鬥力很強 就是因為很爽 不是啊不是的 你錯了 他們是長期都是強調 這個何志光是最理性的藍絲 我是長期 是長期都是這麼說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 你可以找到哪些人說過這些事情的 真的 我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大陸 就是 華記這樣被他咬 其實不是第一次 其實大家都隔了很久的 那次咬他那次 一月第一次 其實是很久之前一次的了 就是華記在新加坡落爛的時候 現在數一下歷史 其實那時候我們都出來講過了 為什麼我們會出聲 挺華記呢 還有罵何志光呢 那次其實就是我們已經看到一件事 就是何志光在他的節目裡 那時候就罵新加坡 罵新加坡 美狗 罵新加坡是美狗 還是三番四次這樣罵 是啊 那接著怎樣呢 他罵完之後呢 其實連登就有人看到 我不知道是什麼人做的 連登就有人看到 哇 哇 何志光說這些事情 不如我們去 用簡體字的 他們說要用 是的 我們用簡體字去新加坡領事館 用回 何志光 罵新加坡政府那些字眼 去幫 幫 要加上商引號 去幫華記 那我一看到 哇 這次大件事 因為那時候 其實華記呢 就是 最多訂戶的 當時 也是最多 是 最多視頻的 其實 最多訂戶最多視頻 而且Facebook他是最強的 當時 我們絕對沒有想過 要貼華記這樣那樣 其實君子之交是淡如水的 真的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 說這些說話出來呢 其實就是要告訴別人 有些人的假面具 現在在選舉前4個月撕破 遠比4個月撕破好 就是我認為 遠比前1、2個星期撕破好 再遲下去 越勾越嚴重 到時候 真是去到埋牙選舉的時候 才撕破 那你根本就補救 沒有時間補救 因為 如果你說 何志光是最理性的 KOL的時候 就會有什麼狀態出現呢 有很多更溫和的人 我們叫人投傳統建制 但是傳統建制 當然有人黏在何先生那裡 如果這個趨勢 繼續向後發展的 會怎樣呢 就是 就是 測到兩屬兒 填邊兩條蛇 就是出來 他出來說一些更溫和的事情 那一切更溫和的人 就會去到他們那裡 對 這個才是那個事實 我告訴大家 整個背後的操作 整個背後的操作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說這個何志光是最理性的 這一句說話是有心意的 我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 他當然 現在何志光是帶編了一幫人 那究竟他 他帶編了那些人 有多少可以轉化成選票 不知道的 你現在是一個問號 就是 完全不知道的 那 你如果有這件事 攔下去的話 那是會很嚴重的 那不要緊 就是再講另外一件事 就是 一月的時候 就是 就有關地產商的問題 又說華記變質 其實那時候我們都知道 但是我們沒有出聲的 那時候 就是 我們完全沒有出過聲的 一月的時候我們都知道 華記都沒有說 其實華記之後才告訴我們 其實他 都是不高興 但是為了大局 他決定不出聲 但是當時我們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我們知道 他有這樣罵 其實是有矛盾的 但是我們 那時候就覺得 他看了矛盾 但是沒有跟他聯絡 但是後來他大約兩個月前 一個半月前 就告訴我們 是的 沒有聯絡 就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 就是當時 為什麼我沒有出聲呢 就是因為當時 其實何志光那個標數 和那個訂戶 就超過了華記一大約 其實 我也都不敢出聲 如果我當時再出聲 可能 你也知道我們這個 人家說芒果是什麼 芒果是濕毒 還是會變黑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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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那個 拜四角那個人說的 其實有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他們不斷傳 我可能是有問題的 那不是很多人在我們的影片底下留言說我們有問題的 不斷罵我們的 我沒有所謂的 沒有理 其實我們都不介意 因為之前其實大家如果記得 就是聽到我們這個台內的人 其實都知道的 有第一次 就是我們 我們被何志光搞了很多次的了 第一次呢 就是我們剛剛開新台 其實那時候呢 我們好像訂戶都沒有過二萬 訂戶 剛剛開始 但是那時候已經被他搞了 其實 好啦 那時候我們最初沒有反應他的 完全不理他 當他不存在 但是有一次呢 為什麼我們是一定要回應他呢 就是他所說的已經很過份了 去到很過份了 是的 已經去到很過份了 就是根本上呢 就不回應不行的 還有 他真的有一隊網軍是可以投訴我們的 其實我們已經中過幾次了 就是幾次就投訴到沒有廣告了 一是呢 就投訴到封台 投訴到封台那一次是怎麼做的呢 這個操作 其實他自己一邊呢 就未必夠力的 他就叫人 一起退訂啦 那他叫人退訂 我們呢 這個操作是做過兩次的 我跟大家說 這個操作不是 我們其實大概都知道他們 那個力度有多大 有一次呢 我就在節目中特地罵人 罵走一些人的 為什麼呢 現在我們要穿一穿橋給大家聽 我也不怕說 其實當時呢 有些網友都跟我說 為什麼你這樣罵人呢 那你就趕走一些人 是啊 我就是要趕走那班 我就是要趕走那班 根本對整件事毫無幫助的人 因為你如果在我們這裏 就是你在這裏監聽 你自己是很 就是那個很萌室的人 在這裏監聽 對你對我都沒有好處 那我不如罵走你 是不是 沒有意思的嘛 因為 因為第一 我們沒有政治野心 第二 我們又不是靠這個台搵 就是有些人就質疑 為什麼我們這麼窮 就是華記都說做KYL有10萬 我們六個人加起來都沒有的 我告訴大家 那當然你要明白我們有六個人 絕對是 那現在當然這件事 他們又調轉 因為一件事攻擊不了我們 就轉到第二件 就說肯定收了人的錢 不然怎麼沒有廣告都會繼續發聲啊 傻的 那時候就說我們 專程都是不認識不認識的 然後其實我們這個台中間 本來應該有廣告的時間 我們沒有廣告的時間 大概有四個半月 三次的風過 三次 每次過半月 講回事實先 那不是 有些人現在他就是用這件事 去說華記給錢我們做的 有些人也都這樣 我都要告訴大家 沒有 我都很想收華記錢 但是華記他不會這麼做的 沒有必要啊 哈哈 就是太多謠言 其實 他那些人製造的謠言 是很可笑的 每一次都是自己創作力量和幻想 這個是黃毓民造謠的手法來的 他是把整套東西帶來建制 經常都是這樣 他是把整套東西帶來建制 所以 你說建制派有沒有運行呢 那你看一下 就是 就是 就是有 有 黃毓民在這裏的民主派 那時候有沒有運行你就知道 就是這樣 面那一陣就空神惡殺 就罵 什麼人都罵 底那一陣呢 就散播謠言 放音風 黃毓民就是這樣 那時候 現在 現在那位風光 做同一模一樣的事情 是啊 一模一樣的 其實黃毓民的影響力 說真的 那時候就過不了深圳河 但是現在何止光就過了 是啊 這個才是危險的訊號 其實你說是幾危險的一件事 就是有些網友叫我們回應 其實沒什麼好回應 我只可以說 華記是君子 但是當然 如果我們被人活黑到這樣 我們說華記是君子 其實會不會害了華記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是啊 其實我覺得是 我們出這節目的時候 我都沒有和華記商討過的 沒有啊 因為 因為攻擊 就是攻擊他的人 其實之前都攻擊過我 和其他兄弟 但是他們知道我是負責 拿數的這個台 就說我分裝不穩 那其實就是說 言下之就說我誠信有問題 那他們之後呢 就是再做一個串銷 就把一個 Raymond Wong這個誠信有問題的人 和華記串在一起 那就是 都是一擔擔的了 都是沒有誠信的 其實我是不想影響到華記 就是說真的 沒有必要 就是沒有必要搞到這樣 那當然呢 連登 我可以預計 也會有些貼出來 就說 藍營分化師 連登很久以前 對 一定會說 是啊 連登是早半年 不知道 八個月前已經 已經大讚這個 風光了 封他為分化師 因為黃那裏可以拆散了整個黃 現在跳了去藍 又看來又開始拆散了 拆散了 所以他是很厲害的 事實上他真的很厲害 在黃那邊 每個台都上過 藍那邊也是 現在 其實就是這樣的 就是 香港的社會是有病的 其實 真的 香港的社會是有病的 就是 這樣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想力玩狂難 就是我們一直說的言論 都是很溫和的 其實就是想社會 正常一點點而已 一直都很卑微的 但是當然 現在這個很卑微的願望 看來都很難實現了 因為有些人是不斷罵政府 大家都看到他們的操作是怎樣的 而且是無的放肆罵 不是有根有據 哪一種做得不好 我建議你怎麼做 不是這樣的 當然有些人是用某些東西 去包裝成這樣 但是他的建議實際是完全不合理的 這個可以下次再說 這件事情其實 沒有辦法 我們人微言輕 所以很多網友很擔心 我們說 退訂 不要緊啦 如果是為了這些事情 就這麼害怕 真是很小事 其實我也很感謝他們 他們說 他們這樣攻擊你們 你不擔心走了 如果要走就走了 真的不要緊 如果是為了訂戶和view數 我們就根本不需要走出這個台 我們不會這麼說話 不是這個台走出 蓋其二 是蓋其二 沒錯 蓋其二 我們一直跟著他 其實是根據那些口風就可以了 老實說 他現在也是很厲害的 這個也是事實的 他現在的view數都很厲害 我們跟著他 怎麼都蠻少許 但我們沒有做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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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 他們本來 出個言論 都咬回去 溫和一些 但是 發生的事情 就馬上 變得很激 變得激進亡 沒有辦法的 社會氛圍是這樣 他們是厲害的 在這一方面 但是 對社會有多大的破壞呢 十分大 但是 就是這樣說 你看起來很大 但是其實有些人的破壞更加大 而大家是不覺得的 我覺得 到現在也是不覺得的 這個才是恐怖的 大家如果還是看不明白事實的 經常說我們是怎樣 經常走來的那些頻道說我們 說我們不團結 團結 我經常都說 其實都說過一次 團結是要有一個基礎的 我們就是說 我們團結在政府的周圍沒有問題 我們不可以跟一些 整天狂鬧政府的人團結 是的 我們一直支持政府 你旁邊那個人在罵我 怎麼跟他團結 其實 他 何慎中福 就截了個圖 因為有位 石瑜的女士 就說支持我們 那他就是 不要緊要你開密名 就是星島 在星島出片的 女作家余菲 他講話都有理有折 我也看他的書 但是 問題就是 他講話 我覺得很悶 大家 感覺他講話很有條理 但我覺得很悶 因為他比較學術性 講話 我們不是 我覺得不會悶 你覺得就OK 我覺得他是一個圖書館的形式 我們這裏就遊樂場 哈哈 不是學術一些的 其實各有各特色 各有各特色 我其實都有聽的 其實我們就 稀笑露罵一點 他就比較學術一些 是啊 明天出的 他每次節目都鋪排得很好 寫下 才出節目 他做足功課的 真的 還有我就是看到我們 他在微博上講出 認同某集邦向的說話 然後要注意某些人 出了這個帖之後 我看到他在微博上 很多人都是 都是為功他 是為功他 就是很慘 所以總之不要跟邦向黏在一起 你一黏邦向 就會被賀辰 陳雲有一句話 叫什麼 什么呀? 黄天击杀 对了 就会被黄神击杀了 我以为今次大事了 黄天击杀了 真的 所以千万不要连来 有些人说毒芒果什么什么 不要紧了 我们是毒的 你怎么说就怎么说 其实我们讲的东西 如果你有细心听 一定知道很合理的 说真的 要思考 真金不怕红楼火 我只可以这样说 即是你鸡泡雨吹出来 始终吹到胀一胀很大条 吃了下去都是有毒的 是的 不同的人我们是不会团结的 始终都是那句 不畏相同而团结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的东西 之前我们也有批评郭佩凡女士 有的 但是后来为什么我们都比较 支持民建联呢 因为他看到他 就是有些网友 应该有很多网友都 都传一些照片来说 他们最近做了很多东西 又派250万个口罩给儿童 就是 他有做事 我们很公道 很公道 有做好就做好了 对吧 是的 总之 就是 其实 说真的 我们只不过 我们要求很卑微 就是想社会回复正常一点 是的 就是这样也不行 你是要搞一些 反政治化 要社会继续撕裂下去 那有什么意思呢 齐抗疫 聘经济 反揽炒 有谁反对的 谁反对 跟我站出来 有啊 就是那些很心亡的人 其实这三样东西 心亡 就算是心亡 都很少数的 就是支持揽炒的人 是的 所以 其实你是令到 就是你令到 大部分的人 是站在那帮 坚实黑暴的对立面 是这种说法 才是可以凝聚到最多人 就是有些人去 强硬要搞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当然 那个议题 那我们 你问我们 知不支持 我们都支持 结果呢 我们说完支持之后 他竟然有一位仁兄 就说 我要立刻做才支持 你不支持立刻做 你都是不支持的 那就不好意思了 就是大家 大家的看法 不同路线 理解是完全不相同的 说真的 因为他们是要 讲到很 就是他们不是要凝聚大部分的人 他们想的就是 我只是要凝聚足够的人 去拜四国 那就足够了 这种东西都挺像芒果佬的 是啊 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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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选举的比例代表 就是 他只要凝聚到 一批人是死忠的 坚实的 就是你说什么他都相信 就完蛋了 其实就好像老蕭有一句话 所以我现在很恨他 但是他有一件事他说得对 就是他说 这个世界最容易赚钱的工 就是做教主 是 所以别人叫王一伟做教主 教主 是的 这句话是真的 老蕭那时候 就是没黑化的时候 其实说话 就是他说话 其实是 都是中肯的 都是算是中肯的 因为他说的 就是 有时候就是 穿上芒果佬的那些 就是穿上 这一个 其实 现在还有没有时间 再说两分钟三分钟 再说两分钟 没问题 但是是全文来的 全文 因为都是社运圈传的 那 就说一下何先生 那他本来呢 就有两间太古城的 但是呢 他就 信了蕭若元 就卖了其中一间 蕭若元 他就好像08 或10年 就已经不停唱衰 香港牛市 会断崖下跌 但是一直不停上 就是这么久以来 开始了 现在 他说 他说会倒到 现在应该升了 升了两倍左右 那个楼价 是 登神之路 就是当时开始的了 是 之后 绝丘就是 绝丘就是 到了这个顶峰 是吧 是 不知道他怎么 不过 那时候 为什么他们会 解释一下 何志光说 我们跟地产佬有关系 就是因为当时 很厉害地产佬 是 是 他厉害不厉害 不要紧 让我说 一个理论出来 就是当时 升旗易得道的主持 Tony Choi 他就说过一个理论 那时候他还不是在升旗易得道做的 那时候他在花生台做的 他说了一个刘本伟理论出来 其实他最初说的这个刘本伟 都不是在网台说的 他最初是在那个香港人网 不知道你记得是香港人网 还是MeMe的讨论区说的 应该是香港人网 如果没有记错 我凭记忆的 因为很久以前 他就说由于这个QE的关系 就是楼会成为一个 比钱更加稳定的投资 应该是这样说的 因为 就是 由于钱多了 那些楼是一定会升的 他那时候的理论大概是这样 详细不讲了 那他就跟老蕭对着干的 就说老蕭不懂 那当然事实就证明了 Tony Choi是对的 那好了 那你说如果 压载在另一边的人 如果真的 都是 卖了一层楼的人 会怎样 虚了两倍 虚了 虚到空虚了 虚到空虚了 但是当时我要告诉大家 老蕭其实 他说完说 市会倒下之后 他的家族 是不断买那些旧楼来劏房的 哇 这些就聪明了 这些就聪明了 这些真是老蕭 其实不是老蕭 其实他做生意 他有他一套手法 其实蕭若元 我告诉大家 好像举一个例子 先本来说这次说华记 结果就说老蕭和 不过你讲这些东西之后 你就会知道华记的价格 人价是高尚很多的 老蕭其实之前 叫人去搞华记 老蕭其实他做生意的手法 从来是怎样的呢 就是唱衰你 压你价 跟着呢 买完之后就再卖给人 再卖出去 好像他当时去阿市那里 他自己的片子 差不多倒下的时候 他就去买阿市那些剧集的版权 那时候他就在网台说 我都不想要这些剧核版权 如果我要拍过 我都可以重新拍过的 买来收纪念 买来收纪念 他这么说的 阿一买给他的 那时候他还没买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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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没买到的 都没有说阿一买的 那他就说 其实阿一又说想买啦 不过我就不建议他不要啦 就是他就是这样 是 他很坏 哈哈哈哈 不过他已经说 Toni Tsai已经说了 我都不怕多说一些旧事 给大家听 那时候Toni Tsai已经说 老蕭这个人 真是狡猾猾猾了 不过我免得在节目里穿他 哈哈哈哈 那时候他说了给我们听 就是说 这些人到最后一定会买完 那些旧阿士的那些 那些剧核版权的 结果真的 买了一块 接着他就买了给武仙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了 那你想想 你想想 就是 和华记对着干的人 是什么人 大家知道 人家是绝对高尚很多 就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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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